Hello各位 亲爱的资讯又少 道具又小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好大师为您带来的 DOTA2直播比赛解说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 深夜美国赛中国赛区预选赛 败者组决赛BO3的第二场比赛 由老干爹对战IG 那么 看看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BP 那么IG这场比赛是 这个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IG前两手拿出来的非常非常的针对 这场比赛IG作为一抢的一方 直接抢掉了大胜 那么老干爹则是前两手 直接掏出了蝙蝠加神牛 拿出两个英雄以后 IG是果断的拿了一个神域 防止对方把这个神域给搬掉 那么第三手老干爹就是搬掉你的马格纳斯 这样的话前两手搬掉的是剧毒和巫妖以后 IG选择搬掉的一个先知加上船长 看一看第三手的一个搬选 有观众说我这个直播间没有什么人聊天 因为大家都睡着了 毕竟我是一个称职的ASMR主播 副业是解说到的 所以大家不要对我的解说水平 抱得太大的一个希望 IG在第三手搬掉了一个DP 那么因为之前老干爹的中单DP 也就是Maybee的中单DP打的也是相当的不错 看一看IG 看看马格纳爹的第四手搬人吧 这场比赛因为对方已经拿出了神域者和大胜两个点 从之前的比赛的历史记录上来看的话 IG可能会拿的英雄应该就是配虚空了 直接搬掉了虚空了 现在没有了马格纳斯的话 那么PA 剑圣还有巨魔这三个英雄的出场概率就会加强很多 那么IG这场比赛在中单的这个位置上 由于DP已经没有了 机枪兵剩下的中单的英雄池主要集中在 丽娜 蓝猫和影魔三个英雄身上 那么一会看看IG是不是要考虑在这三个英雄之中 拿一个三选一 由于有一个神域者的存在 所以这场比赛老干爹的拿人方面 AA是不是可以考虑拿一下 这个应该是在一个备选方案当中啊 那么IG也是吃剑长一智 把你的DP和敌法师 最近这个胜率非常高的两个英雄都给你搬掉 那么老干爹现在这个问题都留给老干爹了 我这个一号卫大哥怎么拿 因为死问去遇到对方的神域者也挺蛋疼的 所以这场比赛死问登场的一个概率 我个人感觉不高 由于有神域者的存在 所以死灵法登场的概率也不是很高 那么这场比赛血魔是不是会登场 应该是有比较大的可能性 啊 电狗 老干爹这边也是祭出自己的大招了 AME的一个电狗 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 但是说实话 电狗这个英雄最近出场的一个胜率 不是特别靠谱 感谢碎痕赠送的月饼和真点666 还有各位观众老爷赠送的爱心仙豆 安安家的花花货 仙豆没少攒啊 一下两个爱心 然后第三手的一个选人 IG里边第三手 大胜这个英雄不管是波波卡用 还是给妖精用都可以 但是从近期的比赛来看的话 第三手如果他拿的是三号位的话 那么这个大胜很有可能会交给这个波波卡 去打一个酱油 而且这场比赛如果打主力位的这个大胜的话 被对方蝙蝠克的还是有点难受的 还有一个英雄 从这场比赛可以考虑出场的是蚂蚁 因为现在蚂蚁还没有人选 蚂蚁死问 然后果然是拿了个蚂蚁 那么妖精的蚂蚁已经就位 最近我所有见过电狗打蚂蚁的局 好像都是蚂蚁这边赢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跟着我的脑袋一起摇摆 大家可以跟着我这个浣熊一起做一做这个动作啊 可以舒缓一下你的这个颈椎 有观众问这轮比赛结束后还有吗 这轮比赛结束以后 今天所有中国赛区的比赛就结束了 我也不会再继续播了 因为太累了 你看看老干爹的这个第四手拿人想了好长时间 其实他真的不考虑拿一个沉默吗 讲道理的话 老干爹这个阵容完全可以拿一个沉默 舒适出来打中单 给妹币 沉默真的很厉害 打对方的这个阵容 配自己的蝙蝠也很厉害 配神牛也很厉害 真的不拿个沉默吗 拿出了一个发条 发条 我没看懂这个发条存在的意义 说真的完全没看懂 我们这个发条存在的一个价值是个啥 这迷你司机 迷你司机居然第一场比赛输给了TNC 有毒啊 这有毒啊 这个 这边第四手拿出了一个海民 为了不让对方拿发条 克制几方神牛 最后一手老干爹搬掉的是一个龙旗 哎我怎么感觉老干爹这场比赛这个搬选拿出来以后 一副凶多吉少的样子 最后一手IG自己搬掉了营魔 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电狗是一个需要去大量去刷钱 而且需要去占掉很多条线的这个 我请爸爸全眼睛 干嘛呀葫芦 他走还帮你大队啊 嗯 哦好 这个是你全眼睛 嗯 这个你给爸爸的情人节礼物呀 嗯 好谢谢葫芦 小葫芦真好 就把我帮我帮你 嗯好 没问题 最后一手IG是给拿出了一个火猫 中单的火猫 搬掉了一个影魔 拿出来一个火猫 那这场比赛老干爹是不是考虑要拿个蓝猫了呀 我怎么觉得这场比赛 酱油味都不是很需要经济的情况下 还有就是这场比赛这个蝙蝠是谁去打 好的 还真的是拿出了一个蓝猫 蓝猫这个英雄拿出来有这么几个好处 第一个是这个英雄比较厉害 胜率比较高 第二个呢 这场比赛三个酱油都不是很需要经济 这个跟着大哥喝一喝汤就行了 然后一号位的这个电狗 他更多的是去带线 而蓝猫可以把野区的经济利用的比较好合适 另外就是蓝猫这个英雄在团战的时候可以直接去找对方的神域者去切 不过话说回来真的老干爹这个阵容我怎么都觉得中单的位置如果换成一个 如果他们能拿出一个沉默去打神域和蚂蚁甚至包括火猫这类英雄的话都会很好打 IG大哥多带线也不虚 这个不是虚不虚 这个并不是说带线虚不虚的问题 而是说你这些人单兵的作战能力的问题 像这样比赛如果一个打出来一个比较顺的 就是这个蓝猫或者是电狗 这两个人任意一个人如果前期打的比较顺的话 那么这场比赛这个节奏就比较比较难 因为他们这个团战所需要的一个技能成本比较高 火猫这场比赛的一个发挥空间说实话一般 他正面战场他轻易如果进人群 这些人没有任何一个人这个火猫能轻易去切掉的 切发条就不说了 切神牛可能还好一点 切神牛他在神牛没有大的时候切神牛很好切 切蝙蝠的话不好切 切蝙蝠你就是把它给捆住以后 这边蝙蝠给你叠个油 扔一个燃烧瓶什么之类的 这个还是很恶心 IG还是开悟来这个下路神福 跟之前的比赛一样的一个思路 还是开悟过来找人 不信鞋就不信你 每一次都不被我抓到 AME会玩天穷没见他玩过 你大概看老干爹的比赛可能近期比赛或者前段时间比赛看的不是特别的多 老干爹的这个 AME的垫狗是他们在特定的情况下经常会拿出来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大招流但是胜率一般 这一个板板中抢到神符稳 那这样呢老干爹这里是跟对方一样拿到两个神符 他在这个垫狗的整体胜率来说的还不是一般的应该说 中单的兑现方面 蓝猫是打火猫的话 从两个人的兑现能力 还有英雄的一个情况来看 不出意外 应该是蓝猫吊打对方 神牛这个位置应该是要被对方看到了 这里看到一个海绵 这里板到 一下进化 中 减上这个素以后 有没有第二发草莓 并没有理这个人 选择是继续上线来怼这个小学生 小学生这样比赛来上路这个日子也会过得很难 看这个神牛什么时候走吧 看神牛和这个 但这场比赛如果你不先去帮中路的火猫的话 那么这场比赛它是没有必要去走的 因为蓝猫打火猫本身就好打 再加上这两个人从个人的能力上来说的话 我个人感觉还是没必更胜一筹 F在下路一个人去面对对方的这个神域 加上一个蚂蚁的话也是日子过得比较艰难 不过他到现在为止手里赚了两个反补 这两个反补是什么东西 我现在要是怀疑 看看小学生的这个大圣啊 记住这口奶 这个不用不用不用奶 因为蓝猫打火猫本身就好打 就是两个实力相当的人了 猫去打火猫的话也是很好打 这个位置疊一层油 海民这里是一个冰墙 这个海民 看看大圣 大圣 大圣感觉是要出事 大圣要死了 交一血了 大圣这里交掉一血以后 波波卡还被封在了这个位置 这个有点 这个好尴尬呀 波波卡这个位置连打对方的欲望都没有 一直想跑连去A两下 这个对方蝙蝠的这个意愿都没有 那这样的话对方蝙蝠等于是一个非常稳的 连血都不用回 吃一棵树基本满血 F在这个地方 A自己的齿头A的很开心啊 反补片的飞起 我在想是不是我可以拿发条去玩一场比赛 把自己的这个反补记录给破 这里一个板 俩人都没留在隔壁 这里一个大棒子下来以后 伤害不够 伤害不够 这个大棒子打下来以后 刚好攒够自己身上的这个被动 但是呢 没有办法再继续形成一个追杀 小学生为啥不太用谜团了 因为谜团这个英雄 最近的比赛里边胜率低的有点可怜 江兵这个位置 其实他对于这个蓝猫的一个残影的位置 判断的还是比较准 对方这个蓝猫是打了两个超复合 两个这个残影都没有能够去把对方火猫的这个火盾给破掉 这个主要还是距离判断的比较好 下路这里盘一下 漂亮啊 F这里又一个反补 8-7的反补 不知道的以为这个发条在下路无解肥 其实反补全是自己齿轮 反补齿轮有经验吗 并没有 要是反补齿轮有经验的话 你觉得你觉得反补齿轮有经验的话 这游戏还科学吗 反补齿轮有经验 大家这发条什么都不干了 就自己反补齿轮玩呗 这个发条 你这几个人想杀发条 是不是有点有点过分啊 这个板没有把对方的这个大圣 我给板在这边 电狗其实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他这个闪光幽魂 可以去 由于他是一个无视对方状态的这么一个技能 就是不管你是飞行形态 还是隐身状态下 都可以撞到人 所以他可以用来去 提防对方大圣的一个存在 这一大圣全能直接上树了 小学生这个大圣这套比赛 三号位小学生的大圣 其实是没怎么见过的 这里给一个一天二连打一套 海明这里逛了一圈街以后 由于对方这儿有一个保护眼 这个保护眼马上到时间 十几秒钟的时间还剩 但是成功的掩护自己的 中路英雄这个蓝猫 那么没有被对方的一个海面进行骚扰 上去稳稳的空到一发 赏金伸服回到中路 继续保持自己的发跃 捕刀方面现在是32-7 而对方这个蓝猫 火猫现在只有25-5 这里留一手 还付爱的这个发条 欺负一波对方 这里滚走 但还是被打得很残啊 其实早一点滚走就完了 没有必要去抡这几下 抡这几下的结果 就是把自己的血量 打成了一个残血 大圣章比赛在这个上路 已经日子没法过了 一个垫狗的草莓 再加上时不时跑过来 一个这个尾巴冒火的 屁股冒火的一个蝙蝠 还飞着 这个远程兵这不反补一下 这个过分了呀 这个远程兵真的不反补吗 那么好的机会 远程兵现在反补一下 收益多高啊 这里一个草莓 种上来以后 大圣赶紧开溜 你看直接赚脸了 这里给上一个减速 这个时候对方要反打 看看蝙蝠过来 给上一个人烧瓶 这里种一个草莓 没有种 第二个草莓 第三个草莓 大圣往这边走 还有一个草莓 种 第四个草莓 有没有机会去杀 好像是有机会 但没蓝了 那死了 那艾蜜这边葬了 这边肯定是捐了 对方妖精 这边都过来了 你再不 还是死了 这一波 一个大棒子 一个板直接带走 其实就是一个一级的板 伤害差级有110点 但是刚才大圣这波 确实有点太烂了 就剩一丝血 追的太远 让老干爹两个酱油 来到上桌这里 吃一波圣坛 美滋滋 姚老弟的这个五号位蝙蝠 这个就是我现在说 前几天说 五号位和四号位蝙蝠 之所以能够拿出来的一个原因 他装备需求太低了 这个蓝猫 这个火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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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 想趁着自己这个双倍 过来打一波蓝猫 占点便宜 结果被对方蓝猫 直接干了个爽 AIME的这个电口跑到了下落 这里小学生跑过来以后 一个草莓亮起来 第二个草莓再亮一波吗 身上有小蓝 可以再亮一波 可以再亮一波 往这个位置 这样大圣还得跳 这里砸起来了 砸起来了 还没滚 AIME死了 只要你要是跑到以后 我不解除这游戏了 我跟你讲 吓死我了 老干那场比赛 开始干一件 他们就是标准要输的 一个节奏的一件事情 就是放养了AIME 所有放养AIME的比赛 他们都输了 蚂蚁上落的一个对象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的一个补刀情况 蓝猫的经济情况 现在蓝猫的一个经济 是全场第一 但是23名全部都是对方的人 AIME的节奏 相比赛到现在为止 已经被对方断了两波 而且他本身 那个补刀的数量 也不是很多 这里大圣 又是藏到这个树上 这颗眼确实是立功了 波波卡这里准备要滚了 对方来了很多的人 这个位置保护眼 是在这看到了这个神域 这样的话 电狗要再提前 再多扑一点草莓 在这个附近 多扑一点闪光幽魂 来保护自己 他开始在一个地方 在囤这个闪光幽魂了 在自己的脚底 在囤这个闪光幽魂 这个大圣上来以后 直接撞着两个 等下以后 这个大圣 大圣 大圣被打到树底下来了 蓝猫过来支援一波 火猫 这个魂飞得有点近 走一波 蓝猫 在往前飞 蓝很多 这波必死 再留一个波波卡 这个波波卡也是必死的 根本不可能逃得掉 那这样的话 等于是被蓝猫完成了一波收割 直接完成一波双杀 这一波团战 电狗是犯了一个做一个很坏的事情 他在自己的一个逃生的位置 或者说他躲在一个树林里的位置 藏了很多的草莓 他是准备把这个数量囤起来 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去囤 实际上只有两个 小学生这波等于被对方这个草莓干了个爽 尽管这张比赛电狗的经济非常的崩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惨的人 就是这个小学生 他到现在为止的补刀就11个 作为一个三号位的大圣 他在游戏进行到了9分钟的时候 就11个补刀 现在来到了14个 也就是说在他这一波被击杀之前 他的补刀大概是平均一分钟一个 看看狼猫 狼猫这里现在是夹腿加上一个魂剑 狼猫这场比赛 目前的一个经济是一个无解肥的状态 伯伯卡的海民现在是身上一个毒球 草鞋再准备憋密法 差得略远 狼猫这个位置过来的时候 应该是被对方这个兵线已经看到了 但是狼猫似乎也是没有想过去杀的一个想法 毕竟海民这个家伙可以变雪球 这个4秒钟的雪球还是挺弹腾的 发动时间是3秒 但是他实际上要滚到你这个人身上的话 还需要再经过一段时间 再加上一个人变得雪球滚的又慢 这就开始又开始又开始干这件事情 对方这里扔个黄虫 这一个狗 这个狗有点溜 但是好像刚才一瞬间是没有蓝 吃了一个魔棒才把自己的这个齿轮给用出来 小学生这时候继续在树上面去翻滚跳跃不停歇 电狗已经6级了 电狗的装备现在距离自己的点金手还差一个点金手的钱 给上一个减速 这个减速的伤害呢不是很高 他的加点方式由于这个一技能等级不是特别高 摇地这波要被对方带走了 蝙蝠的大沙特沙被小学生给中间 那这样小学生的一个经济件补回来好多啊 瞬间快要追上对方的这个 不解穷的电狗了 这里框住以后 神牛过来等着给板 这里炸一下神牛再给板 蓝猫要追吗应该不追了 对方这个已经回到了圣坛 那蓝猫这张TB过来的话稍微有一点亏 不过他现在的经济仍然是保持在全场第一 就看他的这个血精什么时候出 但是他似乎这样比赛了 他第一件直接去做子愿了 直接出子愿 甲腿双挂件魂戒大模范 然后直接把这个子愿做出来的话 这个蓝猫没有蓝了呀 太拖大了这波没必 这个太拖大了 这波真的 看一下站在AME的这个电狗身上的装备也是有一点惨呀 大叔猴王要吃反向2比0带走 东南亚的比赛习惯就好 东南亚的比赛真的习惯就好 如果东南亚的比赛连迷你司机都不稳了的话 那么这个东南亚的比赛就没有稳的队伍吧 好吧 现在东南亚没有强队 这场比赛现在打到12分钟 人头数方面老干爹是7比5领先 但是由于老干爹这场比赛 FY的这个发条到目前来看的话 带节奏的一个效果还没有体现出来 而且他自己的两个酱油去配合这个发条的一个节奏也不好配合 所以这里发条也是很难去帮自己的队友去创建出来一些刷钱的空间 经济方面这个发条已经是超 这个砍树 对方一张TP落下来 这里直接选择开溜 等一会儿自己的队友来的是蓝猫和神牛 这个时候没有选择在对方塔下强打的话 其实感觉是有一点败比的 这里对方一个大招就一手 蓝猫直接飞走神牛给上一个板 看看神域的这种贴 神域踢完了又没蓝了 神牛这里身上还有大招的 你这个要再追上来的话 有可能要被反杀 看一下 还真追啊 还真追啊 出事了哟 看一下这个齿轮 弹一手 不救啊 这个为什么 不对啊 你们这个选择 这个维多利亚难道不应该跟队友一块跑吗 这蓝猫都已经走了 刚才没闭 应该手里边大概有六百五到七百左右的蓝量 他刚才这个位置头也不怪的就走了 而维多利亚则是选择回去去救一下自己的队友 顺便看看能不能换掉对方大胜 结果是由于蓝猫没有来 这波有点僵 这个是老干爹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背对方要翻盘的一个局面 前期你拿到了优势 但是呢一个常规的背翻盘局 就你带节奏的点和Maybee这个点的一个配合 包括或者跟AME的配合 总是会出现这个步调不一致 就是一般都是酱油在打 但是大哥在跑 不过Maybee这场比赛 由于他现在这个核心装还没有出 选择先去做自己的核心装 这个选择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只不过这样 他们自己的队友的一个刷钱空间就比较有限 电狗还是憋出来自己的点筋手了 有了点筋手以后 AME的一个电狗的一个刷钱的速度 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点筋这个道具对于电狗来说 所带来的一个GPM提升可以达到200多 100秒的CD200的金钱 点筋的金钱等于一秒钟是2点 那么一分钟是120 再加上他的这个大招 召唤出来的这个点筋手 所以他的一个 大概能带来的GPM提升是200 这个比其他的英雄要高一倍 10分钟回本 所以这场比赛 如果电狗从现在开始 他的节奏不受到太大的一个影响的话 在游戏进行到25分钟左右的时候 他的这个经济应该就可以达到全场第一 而且是远超对方其他的英雄 因为毕竟除了这个点筋手带来的经济提升以外 他随着等级上升 自己这个风暴双重大招带来的一个多线的一个带线能力 也是非常值得去关注的 这个老干爹过来 我并没有找到人 燃并暖倒不至于 电狗这个英雄要仔细 你如果仔细看这张比赛IG的阵容的话 拿这个电狗 还真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电狗最怕的是前排没有人 然后自己这个位置 这里火猫滚一下 电狗这里直接给上一个 要死了 刚吹了一波 刚吹了一波 小学生现在的境界逐渐是提起来了 那么看一下姚帝野这个地方对方这个火猫过来了 这个可以杀 这个是蝙蝠跳到第一波 拉回来以后 两张TP亮起来 这个要走了 这个要走了 但是感觉很难走得掉 这个神牛感觉是要被火猫追上来了 蝙蝠是必死的 这个地方 对方的这波支援的这个速度都赶上VP了呀 赶上VP了呀 这个志愿的速度真的是 说实力打脸的这一看就是牛S 我跟你讲 真的说这实力打脸的一看就是牛S 难道你们不知道这直播间的四千多人等的就是这一刻吗 除了来睡觉的基本都是在等这一刻的 看刚才ME ME这里电梗大家点击手又好啦 TI6开始跟着老观众 那不能啊 那你应该等的就是这一刻 应该很开心才对 应该都是在时刻期待着这一刻的出现 现在人都是说7比9 IG打老干爹的这个比赛 老干爹老是打的这么艰难 也是 感觉老干爹现在打谁都这么难 居然不是new ass old ass 这里摇老弟这场比赛 其实他的一个跳刀做出来以后 应该是有一些机会 但是这场比赛 我估计老干爹万万没想到的一件事情是 IG这帮人居然是打出了VP级别的支援速度 但是这场比赛你这么打支援的话 也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你人都是领先了两个 然后呢打的也非常漂亮 对吧 支援非常快 各种杀人 然后荆棘落后 就是这种快速支援的一个队伍 就是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里摇老弟一个人藏在这个树后面破窝 被对方掀手了 有点僵硬 这波肯定是死了 藏在这个地方被对方 由于这个眼提前是看到了这个 蝙蝠过来的这个位置 那么这一波是直接被对方带走 不过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因为这边紫愿出来了 紫愿的第一波 这里神域给一个大抬一手 火猫TC来一下 再被弹一下 这个火猫身上结算出来以后的这个血 应该还不错 应该是接近满血的一个状态 看一下海明果果拉给一个冰墙 神牛一个板 把对方所有的人都截在了对面 那么这样的话 IG的这个蓝猫的第一波是没有能够成功 蓝猫的这场比赛拿出来 最主要要做的事情 还是去针对对方神域 团战的时候必须第一时间找到神域 把神域秒了 就是这子愿给神域都值 只有这样他们其他的队友 才能够打出来有效的输出 否则的话全是无效输出 蓝猫现在是将近9000的一个境界 这个没必须刷钱的一个阶段 你看这样比赛的一个 这个刷钱的一个空间 跟咱们在开局的时候 预测的就基本上是一致的 电狗主要是负责去 用自己的幻象和自己的本体 去线上去带 然后让蓝猫尽可能多的去 占用一个野区的资源 这里电狗 不过话说就IG这个打法 IG这种打法 必须把自己的节奏给续上 就是必须不停的去击杀对方 这个神牛应该是要死了 这火猫过来以后 一个大棒子 留一下 火猫这波过来 蓝猫飞过来以后 留大圣 神域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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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感觉是要出事啊 火猫这里一个魂飞一波 再飞一波 这里再吃一个 给一个平衡 没死 这里海民选择是留下来 去保护一下 激阳兵的火猫 这波就你死呗 用自己的命 去换掉了火猫的这条命 那还可以 神牛的一波一换二 这就是妖精想要过来 去进行一个收割 可是对方这有针夹眼 弹一手 妖精这波只能是 拜醒而归了 你这追着没寓意了 已经 这个时候你还想再去找到猫 难度就太大了 不过这个是 这一波应该是妖精的 伞尸 出来以后的第一波 其实 真正的第一波参团 没有找到几块 自己这个伞尸 这也是暴露在了对方的 这个视野之内 也不出意外的话 这场比赛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现在的问题是 IG这些人 一会怎么去面对 对方垫狗这个点 你注意看垫狗的这个经济 现在已经追上火猫了 这场比赛 我刚才在 刚吹完他的这个经济以后 又是紧接着就被怼了一波 所以他的这个经济 现在等于还是 落后 还是落后一些 但是由于现在 IG这些人 一直都在抱团去搞事情 你这个一直抱团 搞事情的一个结果 就是你的大哥 和你的经验 经验问题也很大 注意老干爹的经验 只要你杀不到人 你这种无脑的抱团 就会导致你的刷钱 攻击比对方要少的 多的多的多的多 那么你的经济落后 再其次 经验的落后 可是要命的 现在的经验影响 已经不单纯是 二级大招 还是三级大招 这么简单 现在经验的影响 是你有两层天赋 还是三层天赋 而对于有些英雄来说 这个天赋 一层天赋 相当于半个大件 甚至一个大件的一个区别 所以现在你看双方的经济差 人头数 IG11比9领先 结果经济落后4000 火猫这场比赛 直接出了个风筝 来去解一下 江兵这个位置 这个江兵啊 直接传走吧 大宝贝 老猫的雪晶石 现在还差2000块钱 然后电狗 这个时候是蓝猫带队 去打架找人 那么电狗选择是 接着去刷 直接选择去出这个大雷锤了 电狗直接出大雷锤 讲道理的话 讲道理的话 这个时候如果 如果如果 如果是我 当然我肯定没人玩的好 如果是我的话 我应该会考虑 先跟个飞鞋 同样2000块钱 我可能会考虑 先跟一个飞鞋 有飞鞋以后 电狗可以用自己 一个大招 不断的去边路 去找一条线 去带线 给对方施加压力 而自己的本体 可以找一个 非常安全的地方 不停的去刷 我觉得应该是 这样的话 可能对于收益来说 应该会更高一些 大叔 电狗出到啥装备 才有输出啊 电狗的输出装 简单呀 血迹 或者紫苑 然后加上一个雷锤 就够了 基本就够了 然后还有一种 还有另外一种的 这个出装思路 是安灭强席 安灭强席的电狗 是秒人能力很强 但是安灭强席的电狗 通常情况下 需要本体 跟着一起输出 方靠分身 一个人去秒 的话有点困难 紫苑加雷锤的 紫苑加雷锤 这种出装方式 是一个就是用幻象出去单秒 紫苑雷锤引刀 这三天套 是一个幻象单秒流 就是我太有自己 这个位置 大圣正好看着 这推推走一手 还是没有来急 开除自己的能量池轮 那去了 这是波波卡拿到这个人头 他说你为啥不签约 Ti锁了 现在还锁着呢 锁着呢 要不然的话 这现在的观众 不会一直稳定在 4600多人的 现在的观众 肯定早就抄了 我不是说不想签 我也想签 但是他这个签约 需要出试 复试 然后呢 由于这个比赛的 时间的问题呢 你出试复试 这边又很复杂 出试复试特别复杂 然后呢 比赛的时间 又不是特别的固定 还有一个问题 是什么呢 就是之前我问过 他说签约的话 有的时候可能 经常去这个线下 去线下去那种 现场解构 或者游戏内的OB 又需要去上海 经常去上海 我自己呢 因为北京那边 老母孩子都在 我也不可能说 经常离开家 而且家里老人的身体 我这边还好吧 反正是 也有些不太方便的地方 所以没办法 锁就锁吧 锁就锁吧 反正这个东西 自己的影响力 还是不够 对吧 影响力大一点的话 他们也愿意去签 你能带来更多的观众 观众愿意更多的 给你礼物 他们给他们带来营收 他们也会愿意去签 后击而薄发 不用着急 对吧 经济方面 你看这个电狗 电狗现在已经是 刷到了全场敌二 超过了对方的蚂蚁和 这个火猫 比我预想的时间 要稍微晚一点点 这个是因为 自己的节奏被断了两波 但是从现在开始 他的这个节奏 就停不下来了 因为他现在要准备 出的装备 是跳刀 加上这个飞鞋 可是这样大叔收入不稳定 大叔收不稳定 不稳定就 就忍着呗 反正先 先这样 再想办法呗 对吧 活人还能让尿憋死 只要在动脑子 就不要担心 自己没有钱赚 怕的是不动脑子 当然了不动脑子也有钱赚 看一下FY FY这个位置又是被对方 这里勾了一下蚂蚁 被对方定在原地 蝙蝠跳拉 拉住神域 这个时候要打拉 蓝猫过来直接怼一波 这个神域没有人管吗 神域还是死了 蓝猫在后面 疯狂的输出 对方大圣 大圣这里被带走以后 看看电狗的输出 电狗的输出已经爆炸了 结果直接用自己 垫狗的输出的电 带走了对方的一个蚂蚁 这样高地这里还有一个 哎 这个火猫的TP时间 为什么这么长 直接子愿给上 风杖抬自己一走吧 好像还没来得及 要被秒了 五人团灭 二换五 先远后能有更多机会 我们也想在官方平台 听到大叔 这个东西 三分看命吧 三分三分看命 五分看自己努力 还有两分这个 创奶 看不出爆一下年龄 三十啊 这我这 我的年龄不是秘密 我又不指望拿我这个年龄 去骗 骗炮的 对吧 我又不 现在没有粉给我操 我也操不着粉 所以这个年龄不是什么 太大的问题 不过讲道理 那天我看到一个 一个微博的女的 一个微博的 微博博主 对吧 好像也是一个公众 有一点点小公知的 这么一个人物 他那个微博的背景 就是别关注我 我操粉 我很想 试试他是不是说的真话 他说支付宝请查收 谢谢大佬 谢谢大佬 谢谢大佬打赏 实力打脸 谢谢 我这得给你一排的吻 我这个 谢谢大佬打赏 那么问题来了 有粉让吗 那个男粉不男 男粉不男 女粉我不知道 男粉还是应该可以 这个应该难度不大 因为毕竟人多 对吧 人多 这群里2000人 加上二群 2000多人 我不相信 没有愿意的 对不对 女粉我就不知道了 这个男猫 来不及自杀 直接秒杀 漂亮 这个输出 有这么高吗 1800血 1800血 这说秒就秒了 这大胜 这个大胜这一个大棒子下就加几个瓶 给900打了1000伤害 这个大胜瞬间 大家火猫这边爆过来一波是顺秒 这个浪猫 这个有点溜了 可怕退群了 别退群呀 别退群呀 有话好商量嘛 对吧 这每天不是让我掉粉 就是要让我 就是要退群 我这 解释我还怎么干呀 对不对 我攒点人不容易 我说一百场比赛 可能你才加这个群 你不要因为我这 一句错误的这个理念 你就退群嘛 对不对 这段时间 IG开始有点迷茫了 因为他们现在的一个经济 已经追不上对方双大哥了 你看这个电狗 这个经济 追不上对方双大哥不说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更尴尬 就是他们现在要想击杀对方 成本超高 这些神牛 给自己隐身 来不及了 这个大胜的输出现在起来了 小学生的经济 真的是起来以后 这个暗灭大胜 所有我见的 这个第一件 出暗灭大胜的比赛都输了 我们先不管别的 对吧 先不管别的 真的是 所有我见着的 先出暗灭的大胜的局 没赢的 看这场比赛 能不能打破这个魔咒吧 这波能不能滚走 一个推推抬一手 滚一下 再滚一下 对方这个位置尴尬了 你这个位置就尴尬了呀 冷猫飞 我反打神域大招 抬一手 神域大招抬手 这个勾 勾到后排两个人 狂 截住 我了个去 这个发条有点厉害 这里蓝猫开出来 BKB以后 先往回滚一波 蚂蚁也开出了BKB 可问题是 大胜和大Q 两个人都被带走了 波波卡自己一个人 绝望的看着 对方的三个大汉 自己被按在了 小树林那边 蓝猫这里 还非常突然冲进来了 突然用了一件力 这个波波卡没有顶住 对方的这波猛烈的进攻 直接是败家阵来 被对方带走了 这一波我只能说 发条满分 好吧 FI尬的 毕竟还是6啊 这一波 他勾的这个地方 简直就让IG 直接绝望的一个位置 他勾过来以后 瞬间一个齿轮 把这条路封住 窗住两个 隔出来两个 然后这两个人 看到的是一群 自己打不着 打不到 捏不死 留不住的人 这里火猫居然心如此之大 机枪兵感觉好像已经是有点失去战斗的意愿了 他这个位置心太大了 真的是 对方蓝猫飞过来的时候 直接一个子愿套到自己的脸上的时候 火猫也没有去来得及 用自己的无影全家 这个已经提前藏好的这个魂飞走 这个时候IG突然间 波波卡掉下了 离开了比赛 SQ主播 是石器主播吗 我还真挺想当石器主播的 讲道理 我其实特别爱玩石器时代 我觉得那时候 我玩过有史以来 除了曾经的魔兽世界以外 最好的网络游戏 顺其主播 顺其主播爱石器 魔力宝贝不行 魔力宝贝没外挂 魔力宝贝没有外挂怎么玩 玩网游没有外挂 那叫网游吗 魔兽为啥是曾经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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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版本的这个魔兽世界 你觉得跟以前版本的魔兽世界 哪个好玩 我是一个从公测45级的 开始玩的玩家 玩到现在 我玩不动这个游戏了 真的是 实际时代 就是被外挂和各种宠物包毁掉的 你相信我 实际时代如果没有外挂的话 它这个游戏才真的会被毁掉 实际时代这个游戏正是因为它有外挂这个东西的存在 所以它才可以去开放这个宠物包 可以开放这些宠物包才能够让这个游戏继续去运营下去 而且不断的去开发推陈出新去出新的东西 你相信我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实际时代这个游戏 139升140级 所需要的经验是7700多万 在你139级是吧 140级升的时候 当时刚开140级的时候 刚刚开140级的时候 你打一次最多能够获得的经验是六七千 我想问一下 如果没有外挂的话 你怎么把这级升上 这里波波卡选择是连回了游戏 这个队友帮他把往线插上了 那么来继续看一下后续的一个剧情 电狗这个点现在的经济已经挡不住了 第二下最后一件装备他选择 也不算最后吧 他现在的下一件装备选择是要做一个扬刀 这里神牛交一个大招拖一点时间 又是被这个神域的大招救下来一手 飞走还是没死 这里BKB开出来的一个蚂蚁 留下蓝猫 蓝猫开启BKB 接着往后撤 就是电狗拿一个幻象上来 直接一个幻象就要把对方的神域给A死 没有A死 没有A死 这一波他跑掉了 他说玩过红炼和帝国时代了没有 当然玩过了 红炼这么经典的游戏 对吧 帝国时代这么经典的游戏 这肯定是玩过的 游戏打到34分钟 现在人头数是18比18 但是你看双方的这个经济 双方这个经济现在拉开的一个差距 确实是已经有点过大了 他说不玩沃三星际 沃三星际当然也玩 沃三星际肯定也玩过 光龙坦克犀牛坦克 一听你这个说的就是星际2 那个红炼2 我们说的那都是红炼1 红炼1 这个什么 什么什么 这个生化坦克 原子弹车 我看也都是热的 这场比赛 由于这个比赛剩下的局势 能够去打的东西 确实已经不多了 IG这场比赛 翻盘点已经没有了 我现在看不到任何他们可能翻盘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AME的一个幻象 过来带一波线 那么对方是打掉这个幻象 拿180块钱 人头数虽然相等 但是现在一个BKB加上雪晶和紫苑带盾的一个蓝猫 还有一个跳刀 大雷锤带羊刀的一个电狗 我现在已经不知道IG这个场比赛应该用什么翻了 而且还有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把你最重要的两个人直接动防的 这个勾 空了 刚说他好像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一个神座的勾的这个发条 这个电狗的幻象直接是冲上来打一波 自己的队友在下面在找机会 神牛拉过来一个海绵 这里直接紫苑 留住对方神月 神月这波被秒 AME的幻象才刚刚被打死 这个时候蝙蝠 开着火被对方留了一手 不过问题不大 这个T打完了以后没有后续技能 波波卡也是直接被留住干死 不对 波波卡在这边被烧死 被这个蝙蝠烧死了 那么这样的话电狗的下一个大招还有一秒钟 马上可以开出来 蝙蝠飞到来以后 自己立位留点僵硬 哎哎这个还想放大 直接被幻象给扬了 幻象一顿疯狂输出 把这个大 把这个猴蝠先打 对 那么这样AME是不是可以考虑先撤一波 先把自己身上这个黄冲清了一下 神牛跳大 紫苑给上 一套技能 留 对方这个火猫顺瞄 这里勾过来 大圣灵大招都没有机会放出来 就被击杀掉 这里选择买活 可是火猫没有买啊 可是火猫没有买 这怎么办 中路这个位置没了 大树呢你玩过奥比岛没 奥比岛是啥游戏 这波灵本被迫 蚂蚁这位置 对方对手赶紧给上抬一手 这个大棒子有点凶 这个大棒子有点凶 但是这帮人疯狂的输出 这个已经套上大招的一个蚂蚁 这蚂蚁大招结束以后的血只剩三分之一了 波波卡出来以后是拿到了一波双杀 但是自己也是死在了这个野外 还有一波买活 这老跟Nichik不是打得要不要这么凶啊 不走吗 电狗已经走了 电狗回来点了个金 中路的这里是蓝猫跟FI两个人拆掉 电狗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去打野发育了 然后已经是飞到下路去刷墙了电狗 我家稳啊 到底AME啊 这现在已经不是逃跑第二 没必第一了 这已经是没必是第一 这AME改颁奖的了 我去 稳啊 AME 这刷钱节奏停不下来了 这波被击杀以后主宰比赛直接给了一千多块钱 我去 AME还是稳啊 这波车退 AME逃跑第二 Mayby第一 然后AME在终点那给Mayby挥旗 拿一个那种黑白骨的旗子来回甩 哗哗哗的 结果翻结果旁边的一辆车翻车了 飞在这个解说 飞解说台上了 有点稳啊 这波 这个这个真的有点稳 猫姐飞过来以后 清一波冰啊 美滋滋飞过来直接把这波冰砸没了 身上这血精石有19点 再加上冰甲BKB紫愿 真的没有翻盘点 讲道理真的没有翻盘点 双方的经济差太大了 落地一个猴王 开紧刀溜一波 睁眼插出来以后 这个猴王感觉是要直接被秒吗 还是先选择撤退 哎 蚂蚁过来了 看到了蚂蚁 跳刀溜一波 蚂蚁再往前追 现在蚂蚁由于没有到25级 缩地速度不够 这里一个板 再加一个齿轮 美滋滋 直接把这个路牌堵了个死 完全过不来 那么蓝猫这个时候选择在上路继续发育 下降装备把自己的死愿更新成一个血迹就可以了 记住这具奶 这个已经不是奶了 这怎么翻 你告诉我 这比赛换我上去都赢了 我跟你说 真的 你现在换我上去 对吧 换我上去当这只信使 我跟你说保证赢了这场比赛 看看这波 妖精这个 哎 蝗虫 开引道 把这个蝗虫直接秒掉 火猫来到下路的带波线 自己在家里边的这个残炎 应该是一个TC完了 直接就走了 你心好宽呀 大兄弟 你为何心这么宽呀 这个火猫 我这是为什么呀 自己心 这个残炎没有时间了 心里没点B数吗 我去 这边看看这个蚂蚁 看看这个蚂蚁 蚂蚁这边开BKB 大招把自己的小 没救下来 没救下来 结算回来以后还是死了 这样的话 这个巨牙坎兵也被带走 还剩一个BKB的大圣 那这里波波卡也直接打出了GD 感觉翻盘无望 又是一边五人团面 那么GD直接是炸掉 不懂啊 真的是不懂啊 最后一波 我感觉确实可能 失去这个战斗意志了 因为这个人头数差距太大了 火猫这场比赛 中单火猫打了 这场比赛打了多长时间 打了40分钟吧 整差41分半 打了41分34秒的一场比赛 火猫两杀5死7助攻 正好比赛跟对方的这个差距 确实拉的比较大 老干爹现在这支队伍就是在FY这个点上 他其实现在给这支队伍带来了一个新的东西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家伙现在 我还是把他头像关上我 我们看上这个头像的眼神总是有点奇怪 FY这个点由于他本身是打4的 所以他的带节奏能力是非常不错 但是呢 最近由于大圣这个英雄被开发出来 让FY打3效果也非常不错 等于现在就是老干爹是随时可以在 双核和三核之间进来进行一个转变 当然有的时候也会打成单核 比如AME在用底把师的时候 一般的情况下 可能AME去打单核的次数多一点 也就是说老干爹这支战队 虽然说是换了人 对吧 把老十一换了 换到老十一 但是这支队伍整体的一个节奏感 还是保留下来了一些 那么最近这几天通过一些比赛的胜利 也是逐渐找到了整支队伍的一个 取得比赛获胜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个人感觉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 确实是一个好现象 而且现在由于比赛的数量比较多 那么这些选手用以赛带练的方式 来不断的调整和磨合自己的一个阵容 我个人感觉是不错的 另外就是中国战队其实还有一个优势 就是中国的比赛 就是平均的比赛质量 真的是全世界最高的 这个一点都不吹 大家如果有空可以去看一看 什么东南亚的南美的北美的 还有包括独联体赛区的 欧洲的这些赛区的那些选选赛 那那个真的有的时候差距太大 打的就确实是辣眼镜 而中国的整体的平均实力的话 确实是全世界最高的 所以这些选手在不断的相互 之间的一个切磋 也是可以让他们在自己的一个状态 调整上面是最好的 好了 那么这场比赛就给大家录到这里 那么中间聊了一些别的东西 聊了一些别的东西 是因为确实场面上 值得分析的东西不多 翻盘点没有 就是往往大家在看到烈士局的时候 我往往会再去分析 这支队伍的一个翻盘点在哪 但这场比赛 IG这个阵容拿出来 如果中前期没有优势的话 或者说中期你不拿到一个决定性的优势和胜势的话 这场比赛你就是没有翻盘点 因为你拿对方的这个BKB的蓝猫 一丁点办法都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 BKB蓝猫加上子愿 随便切你任何一个人 而你的大哥为这场比赛 在这个生存桩方面的优先纪又过低 结果最终的一个结果 就是导致对方能打死你 你打不死对方 那这场比赛就没有翻盘点 肯定是要G的 好了那么这样吧 这场比赛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我先录到这 然后直播间 直播其实今天也差不多了 那么我们明天见 感谢各位 感谢观看